我从12点一直在这录视频 现在几点呢 5点36分 哎呀 你说我这是五个半小时了 就是我是有多么的不爱化妆 然后化了个妆 每次我要化妆 坐下来录视频 我得录个两三个小时 今天这家伙 录上瘾了 因为后边那个暗了 可是后边那个亮还刺眼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个什么样的事情困扰我呢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呢 就不是那种混圈子的人 所谓混圈子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职场是什么样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 就是你在一个公司里边 其实总会有那些就是 就是那么一个圈子 算是一个主流吧 然后能就是大家能混进去 都想混进去 然后各种的献媚也好 各种的手段也好 拉关系啊 套近乎啊 比较善交际的人吧 其实这是一种能力啊 这种能力呢 恰恰是我不擅长的 因为我这个人呢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不喜欢顺情说好话 就是我可以不说 但是我不喜欢说假话 不愿意说奉承话 就是伪心的去奉承别人 还有点自己的小原则 还有点爱打抱不平 就是你在一个圈子里边啊 要么你从成为那个领导 Leader 要么你成为很好的随从 围着领导转 大家争先恐恐都拉关系 唯恐被隔到圈子外边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不擅长做这个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事情困扰过我 从年轻的时候呢 我不擅长这个呢 但是我自己呢 有自知之明 就是我从来没觉得 我需要努力 我需要努力融入 我从这个我从来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虽然困扰啊 而且自己有时候还自视清高 还看不惯 还看不起 就是因为我总觉得 人格比较重要 我不喜欢去巴结任何人 我不喜欢第三下四 这是我一个做人的 一个标准 我不想为了得到什么 而去让自己委屈啊 自己违心的去说话呀 什么的 不愿意这样的 然后呢 又觉得这样的不是很好 然后呢 又不想去改变自己 应该说有过迷茫 有过困扰 但是我也始终没有改变 因为我非常清楚 就是人的性格很难改 反正我一直到现在61岁了 我仍旧没有改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人 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可是那个时候 你知道大家知道 有一个什么问题吗 你需要在社会上有活动能力 这个活动能力 你当然就要去花费心思 去总动啊 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啊 然后你像过去哈 你伪张了 被那个交警拦住了 大家通常的做法 打电话 找谁谁谁 找哥们 找姐们 然后一个电话解决了 那个时候流行这些东西 所以啊 这些东西就困扰我 我就会觉得 不把心思花在这方面吧 你在社会上 你生存起来 它不容易 因为 也不光是这个 因为你太多的事情 你都需要靠别人解决 哎呀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走后门 然后再加上 那个时候 就是社会提供的服务 也特别欠缺 你比如说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搬家 没有搬家公司 你必须是找同事 找朋友帮忙来搬 可是你要知道哈 这个同事朋友哈 就是普通人 哪有人去帮过那种 沉东西呢 所以说 这就是个很大的活 而且又不会搬 又很重 然后呢 这就是个很重要的活 所以哈 就是 我到现在 我都记得 就是我给人家带来的麻烦 最近这两三年哈 就是我还 见到过他们 然后我还提起过 帮我搬家这件事 提到了当初 他们帮我搬家的 那个辛苦 说明就是 这些事 给我带来多大的困扰 就是因为哈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喜欢能花钱做的事 我绝对不去求人 就是一旦欠了人情 你就会总觉得欠 总觉得欠 就好像你怎么都不行 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所以我很渴望 就是社会服务能越来越完善 然后让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呢 能就是 他可以很好的独立生活 就是不需要去混圈子 不需要把精力花费在混圈子上 你像我吧 你说我智商也不低 情商也不低 我也能看明白很多事 可是为什么我就不愿意混圈子呢 这是性格 就不是那种呼风唤有的人 喜欢独处 然后也觉得就是混圈子 因为你能看到身边的人 各种的争先口后 争风吃醋 就是为了靠近核心层嘛 你在一个圈层里边 是属于那种小喽啰 就是你怎么费劲 你怎么八戒 其实也难 喝汤都很难 尤其是现在就更是了 就是人们之间的那种交往 其实往往是一种资源的交换 你就是人家有这个资源 你得有差不多的资源 他才有必要跟你去交往 你要么你能资源上 能跟他有对等 要么你智慧上 你能帮助到他 就是你总归你得有一项 他没有的东西 然后他才愿意去跟你交往 所以我这也是我不愿意去 那个搞圈子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要资源对等 你没有资源 你不如不去做这件事 因为就是很多人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了搞关系上 可是呢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觉得轻松 手到勤来 那我就是善交际 你不觉得累 但是一个特长 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 用自己的特长 谋得自己喜欢的位置 或者自己想要的利益 我觉得无可厚非 这是一种本事 这个本事你必须得肯定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的人 怎么办呢 不要逼着自己 一定要混在那里边 混在一个边缘上 然后无论怎么吃力 怎么讨好 都得不到你想要的 然后还被别人看不起 看别人 我觉得如期这样 不如干脆不进入那个圈子 然后呢 你把这个精力 用在提升自己上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尽管很多的时候 讲关系 讲这个讲那个 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 是越来越靠本事的 讲关系是一时 就哪怕在讲关系的年代 你也一样可以靠你的本事 也可以起来 你像我们当时毕业 分到那种上万人的国营大厂 那你不就是因为你 你有学历 然后你毕业了 你才有这么好的位置吗 如果你要是在工厂里边 你是一个普通工人 你怎么混圈子 你怎么巴结厂长 你也不会去 我那时候是搞财务的 那搞财务的 对一些工人来讲 那是多好的位置啊 你再怎么巴结 你也上不到那个位置吧 那还不就是说 你有学历了 然后你到了那个位置 对吧 然后你有学历了 你有了能力了 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 他有可能 这个机会就给你了 也不是说都巴结的人 都是在圈子里的人 就能得到 因为毕竟有的东西是专业的 所以呢 我想说的意思是说 当你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呢 其实不可怕 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用不着焦虑 你就去 不去混那个圈子 把这个精力 用在提升自己上 然后呢 就是你会变得 比在圈子里 混成外围的那些人 要强得多 因为你自身的能力提高了 你不需要别人施舍了 这个时候呢 尤其是你看 大家现在越往后看 你发现了吧 公务员需要考了吧 你考不上也不行吧 就是很 就是社会的发展 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现在的社会服务 再也不需要 搬家 哇 我得求着人家 然后一辈子欠人家情啊 就什么什么 再也不需要了 你只要花钱 所有的东西都能搞定 到任何一个国家旅行 你像过去 哇 我要去旅行了 我那个地方 有没有朋友啊 哇 有没有人接机啊 然后呀 怎么怎么样啊 就好像离了这个都玩不转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提前订好车 到了机场取车 然后你自己订酒店 什么都不需要朋友 去帮你做 然后呢 我倒觉得 这个时候的朋友 才是能是朋友的 才是真正的朋友了 过去的时候呢 更多的时候 像一种互助会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各种资源 到时候 哎呀你有事了 我帮帮你 我有事了 你帮帮我 然后你的社会关系 我利用利用 我的社会关系 是这么一个互助会的形式 然后这种东西呢 其实你维持这个圈子 维持这些感情啊 你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了 你不说逢年过节呀 过生日呀 家里人这个那个呀 就整天买东西呀 送礼呀 维持关系呀呀 这个东西 我很烦这些东西 真的是 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哈 就是我对这些物质上的 送礼什么的 我一点也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大家劳民生财 你给我买 我给你买 然后你买的那个东西 又不是对方喜欢的 然后留也不是 送也不是 然后我还要花费心力 去给你买 还得买的比你贵一点 哎呀你请我吃顿饭 我下次还得记得 请你吃顿饭 哎呀这些是我身无痛绝的东西 就是我身非常不喜欢的东西 我不喜欢就是这种友情上 就是掺杂的太多这些物质上的 我喜欢那种精神上的朋友 比较比较好一些 不掺杂这些生活当中的 可是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这些东西哈 好在呢就现在社会发展了 大家可以感觉到哈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 善于搞关系的人 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哈 就是就是你也一样 能生活的很自在了 就是就是我们不想享受特权 我们只想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 然后不需要说 这个基本的社会服务 都需要朋友 都需要找人去帮忙 哎这件事早就解决了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你看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交集 不喜欢应酬啊 不喜欢别人那个那个打扰 你可以生活的很自在 那么这个时候才是一个 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 选择自己的生活 一大帮朋友前呼呼拥啊 热热闹闹啊 你喜欢这样的日子呢 哎你就去 如果你喜欢独处 你喜欢安静 你喜欢自己做点 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哎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然后你也不需要花费心力 去维护维持一帮朋友 就是为了有一天 你要做点啥 有人帮忙 不需要了 终于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 和想法来做事情了 因为身边也有太多这样的圈子 也眼见着他们的这些圈子的这种 好的跟一家人一样 然后呢 坏的时候就打破头了 几年以后再一问起来呢 都不来往了 就还不如普通人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现代的社会提供的 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了 人和人之间不需要过于的紧密 然后各自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有一个安全距离的交往 因为社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了 所以说我们呢 现在呢 就再也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去纠结了 现在呢 退休了 更不愿意去 为了维护关系而去维护了 就越来越不愿意去违心的说话 我们六十多岁还挺活跃 七十多岁也不错 到八十多岁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时候啊 就是于外界就是朋友就变得不重要了 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向内了 更多的是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了 觉得孤独是什么呢 孤独啊 它不是说你身边围着很多人 你就不孤独 其实孤独是内心深处的孤独 就是哪怕朋友坐在你身边的时候 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内心都是孤独的 就是他那个孤独啊 是没有一个懂你的人 你会孤独 如果有人懂你的内心啊 就是哪怕他不在你身边 你也不孤独 因为你知道你那颗心有人懂 你别看有的人热热闹闹 整天离了人不行 其实呢 他往往这种人内心是孤独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 一到一个人不行 必须把这个叫来 把那个叫来 然后哎呀 就是甚么恨不得 就是让人家都都都都住到自己家里来 就是不能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生活一天都不行 这种人其实才是孤独的 其实他是怕孤独的人 无处的人他根本就不在意孤独 而且很舒服 他就觉得很自在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是每个人的性格 大千世界啊 性格各种各样 没有哪一种性格 就是这种绝对的好 这种绝对的对 那种绝对的错 没有 你只要自己开心 只要自己舒服 然后只要你自己觉得不孤独 就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以后都不会说话了 嘴都硬了 不说什么一键三连 点赞收藏转发什么 还有啥我都不会说了 我以前还说哈 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现在都不说了 就是不好意思老提这些事 你说人家看个你视频哈 然后搞得还挺有压力 还要给你写留言呢 还要给你点赞呢 然后这个那个的 你说是不是挺麻烦 就是我不希望大家有压力 就是你只要能给我点个赞就行了 就是留言哈 不愿意写就不写 因为说实话 每天写留言 也是个挺累人的事 我很佩服就是有不少网友 就每天给我写留言哈 哎呀 我内心是很感谢哈 是不是也很累呀 又很累就休息休息哈 就别给我留言了 然后那个别变成负担 为啥我 其实我希望你们给我留言 我不想因为你们留言留言 留言成负担了 最后干脆就走了 所以说 我是一个这样选择的人 我宁可 让你们不给我留言 舒服自在 然后你们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陪伴 这个比啥都重要 不要为了我 帮我 然后给我留言 然后最后自己变得有压力 哎呦 最后变得不愿意看视频 一看视频还得想着怎么跟你留言 哇 那就本末倒置了 就没必要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在这里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你只要记得给我点个赞就行了 如果你喜欢留言 想留言的时候 你就留个言 当然我很喜欢留言 但是我绝对不让大家变成负担 好吗 那么今天的视频真的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